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而且对中国的平民百姓造成了难以估量的伤害 因为日军的暴行不仅仅局限于战场 更多的暴行针对的是手无寸体的平民 妇女和儿童 甚至战俘 在战场之外杀死的人远远超过战场上的正规作战 让我们看看侵华日军的暴行吧 在平时的扫荡清香行动中 日军随意屠杀无辜的村民 杀人的手段花样繁多 吃人心肝 活吃人脑 喝人血 用活人练习刺杀技术等等 数不胜数 暴行令人发指 看到年轻貌美的妇女随意监污 完事之后为了灭口往往将受害人杀害 连老人和小孩也不放过 对于在战场上的俘虏 日军完全没有日内法公约的约束 根本没有优待战俘这一说法 对于战俘就是随意 枪杀 毒打 活埋 把战俘作为劳工运到日本 修建工程 完工后 将战俘劳工集体屠杀 更有甚者 大规模的用战俘做刺杀练习或射击 许多战俘被用于细菌实验 活体解剖 而对于女性战俘 处境更加悲惨 其遭遇和男人相比 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些女兵在战场上都增奋勇作战 抵抗日军 现今被俘 日军当然恨之入骨 不会轻易放过他们 据相关史料记载 日军对待女战俘的手段 除了鞭打泄愤外 经常进行凌辱强暴 甚至折磨神经敏感的部位 以达到发现自己受欲的目的